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首先 我们要恭喜今天来拜师的世界各国的弟子们 感恩前来祝援的各位大法师们 也衷心地感谢为本次盛会辛勤付出的佛友们 义工们 再次感恩大家 心灵法门开启心灵之门 白化佛法启迪智慧人生 心灵导师 世界和平大士卢君洪台长 二十年来无私望我付出 以慈悲之心感化众生 以菩萨之行利益有缘 救度全世界一千万佛友 脱离苦海 重获新生 卢君洪台长广获国际认可 不仅获得授予意大利名校西耶纳大学荣誉客座教授 及马来西亚皇室拿都终身荣誉爵位 还在联合国 美国国会 美国宽容博物馆等地 举办的世界和平会议上 也多次获得世界和平大使殊荣 卢台长还荣誉入选 二零一四中国人物年鉴 并作为特邀嘉宾 与高僧大德佛教领袖 一同出席二零一五年 联合国卫赛节庆典活动 将佛法精髓与和平理念传遍世界 今日拜师成为观世音菩萨的弟子 卢君洪师父为我们在天上栽下一朵莲花 佛性常住 佛缘常存 感恩观世音菩萨慈航普度 为我们照亮回家的路 我们更应该珍惜佛缘 找回本性 做观世音菩萨的好弟子 将心灵法门佛法之光 心火相传 救度更多有缘众生 登上观世音菩萨的法传 礼苦得乐 现在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 恭请尊敬的卢君洪台长 为我们慈悲开示 我们下期 人间无情佛有情 心灵纯洁听佛音 感恩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 和隆天护法各位法师各位佛友 我们每天修每天得做功德得功德 成全众生功德无量 刚刚台长特别到视频区去看了 那里将近有三千多的我们的佛友 在那里看着视频 所以台长特别去看了一下他们 所以也感谢他们 让给我们位置在这里 你们大家鼓鼓掌谢谢他们 台长非常的感恩 这几天观世音菩萨和众位菩萨的护持 那么我们今天又有将近一千两百个弟子 那么加起来这三天已经有三千六百多朵莲花被扎在了天上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纯洁的心灵造就三千位未来佛 台长今天看到很多的菩萨 所有的佛友们也看见了 那些未来的弟子们成就菩萨的心 他们也看到了 所以在殊胜的因缘能够成就我们末法时期的普度有缘众生 这真是法喜充满啊 越来越多 大家看一看 全部都是看见菩萨的验证 我今天只能稍微讲一点吧 因为只能选几个了 沈阳有一个弟子叫李洪飞 他说师父瞬间把所有的弟子一拖都带到了天上 沈时白云朵朵 呈现一片干净的世界 师父和我们都在云层里露出了一半身体 师父前面有个大讲台 后面还有五个小讲台 我们能有几万弟子面对的师父 听师父在开示 一会儿又看到好多法师 一个换着一个都是来自全世界的大法师 又看到了一个大门突然之间开了 跑来了很多很多的小和尚 看上去像少林似的 那是他想的 也奔师父去了 又看到大海 有一个好大好大的船 到了彼岸下来了好多人 好像是脱离苦海一样 最后看到一棵很高很大的金树 结了八九个熟的红色果子 在上面紧挨着有三个黄色的没有熟 到了后来我就看不见了 我只能大概的讲几个吧 同修一进拜师的房间 就看见了一条很大的法船 同修们在陆续的走上法船 师父在船头领航 富士下面感觉法船是在很高很高的天上 看见底下的飞机都很小 接着看到了观世音菩萨 济公活佛 弥勒佛斗战圣佛 红海尔 最后是释迦摩尼佛 接下来在师父为弟子灌顶的时候 看到一朵朵莲花飞上了法船 师父带领大家乘风波浪 众菩萨在旁边保驾护航 那么真的太多了 有几十章我不可能念 我只能再讲一点点吧 我是北京的弟子 以前我修密宗的 我爱人是修观世音菩萨心灵法门的 在他的影响下 我修观世音菩萨心灵法门之后 有两年 经常梦到师父坐在莲花上 到我的梦中来 今天我拜了诗 我闭上眼睛被师父拖上了天 我清清楚楚的记得 一下子到了天上 我踩在莲花上 就是没有开 能看到莲心和莲子那种 莲心软软的 莲花的当中有一米多大 自己变得有七八米高 在白云上 释迦摩尼佛就在我眼前 他全身金光 释迦摩尼佛的莲花座 整个会场放着金光 金光很粗 有会场上放的水 花瓶那么粗 照着整个的会场 他微笑着 我一下子醒了 回到了拜师的观音堂 观音堂的菩萨 又让我看见的光 是五彩的 地藏王菩萨 一直在观心菩萨的作品 博恩就在我们弟子的右边 师父发弟子证 叫我好好修 师父你太辛苦了 愿师父能够长久住世 我们一定要好好地广度 有缘人 太多了 我没办法念 这只是今天的 那么师父 现在继续给大家做开示 其实我们做人也是这样 因为我们人 慈悲善良 就会产生正知正觉 因为善良的人的心中 不会邪 也就是说 把别人看成好人 你的心中 不会产生邪念 慈悲的人 心中无恨 一个人经常 能够很慈悲 他心中没有怨 我们不恨 不贪 心中再不邪 就会产生正知正见 我们人 怎么样能够不贪 不邪呢 要改正人生 做错的错误事件 一个人经常改正 他就不会走偏 就像我们开汽车 知道这条路走错了 我们赶紧要调整方向 我们才能一直向前开 所以我们不走偏 就是正知 就是正确的路 所以我们在人间 不管做什么事情 和有什么道理 要懂得什么是正确的 正知正见 产生的感觉 让你得到无边的法喜 因为正知 他会让你充满欢喜 因为正见 会让你心中觉得有坚定的意念 所以一个人做坏事 他心中不会有正知正见 他就会害怕这个事情发生 会变得不好 因为他心中有邪念 所以一个正知正念的人 他必须心中有佛 我们心中有佛 心中有菩萨给我们的慈悲光 我们在人间做什么都不怕 我们在人间有正觉 能够产生悟性 有正知 才能引领菩萨 跟着菩萨去引领我们走上 无上菩提之道啊 我们的佛陀 当年在2500年的时候 从来不勉强别人做不喜欢的事情 佛陀只是告诉众生 何者是善 何者是恶 你们想一想 善恶都是我们自己来选择的 很多人做了坏人 做了恶人 那是他自己选择的恶行恶状 所以我们学善的人 我们不该做不应该做的事情 我们不能伤害别人 因为你选择了恶 你会伤害别人 你选择了善 你会利益众生 所以伤害别人 一定会伤害自己 如果你还不愿意 如果你还不愿意承认自己做错事情的原因 这就伤害你自己的根 生命靠自己掌握的 大家想一想 你就算不承认你的错误 你实际上已经错了 你的心中会后悔万分的 很多人把自己的妻子气得离开家门 嘴巴里还要硬 你走好了 你有本事不要回来 等到吃饭的时候 锅子凉的 没人给你做饭 没人陪你 这个时候才感觉到自己做错了 人往往在冷静下来 才能得到正知 所以一个人 师父跟你们讲 在发脾气的时候 在发怒的时候 千万记住 不要决定任何事情 因为在你发脾气的时候 所有的决定 都会让你造成终生的遗憾 师父说 一头驴子 吃再好的草 也不能成为一匹骏马呀 当我们人拥有执着心 和分别心的时候 我们很难控制自己的修行和行为呀 你再精进也成不了佛的 请大家记住了 因为我们是人 我们是一个圣人 我们是一个学佛的人 我们是一个在人间通过学会做圣人 能够成就菩萨的一个 菩萨的 我们说人间菩萨的这个脱离了人道的一个人 因为我们人虽然可以在这个世界上 但是我们的境界已经脱离了六道 这样我们才有机会回到四圣道 人在前世就有缘分 所以这个缘分才会延续到今世 缘分实际上就是你在一些事情上种下的因啊 善缘是善因 恶缘是恶因 珍惜因缘就要自己珍惜每天所种下的因 也就是每天要检点自己 你究竟在做什么 想一想 拿今天来说 你们今天做了些什么 你们度了人了吗 你们念了经了吗 你们跟菩萨接上气场了吗 你们心中有没有将佛常住在心吗 所有的这一切都是检验你心中有佛和无佛的一个标准 所以要懂得像菩萨一样要爱众生啊 爱众生就是爱你的善缘啊 因为你所有周围的人都是你的善缘啊 这个世界无缘不来啊 我们今天有这么个善缘 能够成就我们今天这个佛缘啊 珍惜身体 珍惜生命都是缘分 和众位佛友和法师和睦相处也是缘分 要记住和家里的所有人也是缘分 和社会上所有的人都有缘分 只是这是恶缘还是善缘 当一般的人碰到恶缘 他没有办法控制自己 只能随波驻流 而我们拥有佛 佛菩萨智慧的人 我们可以将恶缘 转换为善缘 将善缘 缘分 缘分 就是让你在人间学佛修心 最好的一个工具啊 所以离开了这个工具 你怎么能学佛呢 就是要广度有缘啊 这个缘在哪里 就是有这个缘分 你才能去度他们 所以说菩萨离不开众生啊 没有众生这个缘分 你成不了菩萨和佛的 有一个人喜欢收藏古丸 有一位他的朋友来拜访他 朋友非常愁闷地说 哎 活得真累啊 每天的忙碌 上班 孩子 老婆 没有停息啊 但是 回到家里 老婆 还是不满意啊 在单位里 整天被人家忌妒 排挤 每天 还要起早贪黑 但是老婆在家里 天天 还要跟我吵架呀 这个古丸收藏家就说 你看看 我买的 最新的两把弓 一松一紧 我想问你 哪个射得远 这个朋友说 那当然 紧 显比较紧的弓 射得远了 因为 因为崩得紧 所以有力量 古玩收藏家摇摇头 拿起满弓的剑 一剑还没有射到墙壁这么远 这个朋友根本不相信这个结果 这个收藏家说 其实 工和人一样 崩得太紧 你整天的 处于紧张的状态 表面上 看起来 你很有力量 实际上 你早就身心疲惫 人是要精进 往前冲刺 在生活的关键时候 但是因为你天天的冲刺 让你变得软弱无力 有心无力 别总是给自己太多的工作压力 在家里让自己生活松弛快乐一点 朋友看着这把工浑身的轻松 台长 这个故事就是告诉大家 我们人真的应该学会调节自己的心态 人生本身就是无常的 没有一天它不会变化的 而那些想自杀想不通的人 因为他觉得这个世界已经对他没有希望 他看不到还会变化无常的世界 所以一定要懂得 人生在虚空当中 把自己的精神何必绷得太紧 就像我们看电影一样 一个紧张的电影 你看下来血压会升高 因为你把电影当成真的世界了 实际上我们活在人间 一切都是虚无的 让自己要懂得 自己的闲崩的太紧 一定会折断 满工并不能做出满意 让自己从繁忙的人生欲望当中 寻找清静禅定 选择自会人生 微笑着面对的社会 你将得到无限的快乐和拔喜 我们人生 我们人生不是真来的 人生也不是算来的 人生靠的是自己的努力 看得破放得下 有智慧的语言 有善良的菩提心 和慈悲的理念 才能造就平和的心态 才不会伤害自己 改变人生 靠的是珍惜身边的一切 当你还拥有的时候 就要学会感恩 不要总在失去后 才找寻 我为什么不能忍耐 很多的家庭破裂 想一想 就是因为不能忍耐 所以忍耐 那是一个境界 能够学会忍辱 那才能精进啊 师父跟大家讲 学佛人要学会种因 因为种下去的因 就是种下了人生的智慧 这个智慧能够得到善的回报 所以一个人和别人交往 也是在种善因 所以一个善因 一定会得到一个善果 圆满的人生 靠着一个缘分 这个缘 和自己能够缘通的缘一样 所以对别人要学会尊重 师父在好几世之前 就是出家人 所以如果我看见出家人 现在在下面听闻佛法 在打瞌睡 我一定会把他抽醒的 要懂得 就是戒律 不管是谁 我们现在在人间做居士 我们就是人间的出家人 好好学习 试想一下 世界上什么事情都是圆的 你才能向前进 汽车的轮子 如果是方的 它怎么能向前进呢 想一想 如果人生不能圆轮 不能圆 做人不能圆满 你又哪来的精进啊 对所有的人尊敬 对我们所有的缘分 那要珍惜 这才叫西圆 才叫团圆啊 有一个农场的主人 每天叫他的孩子 在农场上辛勤地工作 他是一个大庄园主 朋友对他说 你这么有钱 你根本不需要 让孩子这么辛苦 你的农作物 照样会长得很好 农场主说了 我实际上 不是在培养农作物 我是在培养 自己孩子的个性啊 人要懂得 其实培养孩子很简单的 要让孩子吃点苦 就可以了 人就是要学会吃苦 简单的事情 我们要认真地去做 复杂的事情 我们要简单地去做 你就会明白 人生的奥秘了 有一个小和尚 问一位德道高僧 师父你悟道修行 修身养性 有什么秘诀呀 高僧说了 秘诀在于 我感觉饿的时候 我就吃饭 我感觉疲倦的时候 我就睡觉 小和尚说 师父 这没有什么与众不同的呀 每个人都是这样啊 师父说 不一样 孩子 别人吃饭的时候 总是想着 其他的很多事情 不专心 睡觉的时候 他们又在做梦 又在担心 睡不好 而我 吃饭就是吃饭 睡觉 我不想其他的 所以我睡得香 吃得 睡得 睡得 安 吃得香 这就是我与众 不同的地方 高僧又说 世界上 很难做到 一心 一用 因为我们的心 有利害 得失 在穿梭着 无法用一颗 平常的心 来对待 人间的 从辱 今天 开心了 马上 又 开心的 忘乎 所以 明天 被人家 污辱了 又气的 抢下地狱 人间 千般万想 种种思量 因为 这是人间 生命中 对人 最大的障碍 就是 迷失 自己 做什么 事情 不能一心 一意 你就不会 将你的心 融入了 世界 我们要 学佛的人 要用心 去感受 生命 真正的 存在 意识 所以 台长 告诉大家 学佛人 念经 修行 要没有 杂念 要一心 一意 你这种心 才叫 平常心 啊 我们要 修这种境界 要保持 完美的 菩提心 人在 修行当中 因为 常常 急功 近利啊 心想 我一求 就能 灵 那 多好啊 而疲于 奔命啊 人 要 看穿 功名 利路 将 成败 要看透 才能 真正 感受到 人生的 无常啊 才能 真正 得到 菩萨的 般若 智慧啊 稍微 讲了 深一点点 鼓掌的声音 就少了 我以为你们三天拜师下来 三天开师下来 因为每个人都境界提升得很厉害 原来想想 不过 不过 如此啊 师父是跟你们开玩笑 实际上 这几天 你们都有不同程度的修行成功 而且境界提高 这不是我说的 你们知道是谁说的吗 祭功活佛对你们说的 你们记得不记得 昨天晚上 我说 祭功活佛来了 今天 拜师就有人看见 佛法 真实 不虚 帮助别人 要无私 你就会带来心定和快乐的感觉 如果你今天有目的的去帮助别人 你心不会定 因为你会怕别人看出来你的目的 所以你去救人的时候 完全要舍弃自己 人家会把你当菩萨一样尊重你的 如果你今天为了某个目的而去帮助他 你心不定 没有快乐 只有担忧 所以人间就像波涛一样 一浪接一浪 无始无终 人间的烦恼 也是一浪接一浪 很多老妈妈老伯伯说 等我忙完了这个 我就不忙了 忙完了这个孩子又忙那个 把孩子生出来说 党大了 毕业了 我就不忙了 毕业了 又说我要帮孩子找工作 孩子工作也满意了 不行啊 我还要帮他找老婆 老婆找好了 不行啊 他八年了还没生出来 我还要替他求孩子 等到孩子求出来了的一个讨债鬼 天天还要受他的气 等到把孩子养大了 慢慢的自己老了 哎呀 我终于可以退休了 没有想到 这个时候 孙子又出来了 人哪年哪月 能退休啊 你不把他放下 你永远在人间中轮回啊 很难轮得出来的 想象一下 请准备